若望福音 第二十章 一周的第一天 清晨 天还黑的时候 玛利亚·玛达雷娜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 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多路 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伯多路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了 两人一起跑 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路跑得快 先来到了坟墓那里 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链布 却没有进去 随着他的西满伯多路也来到了 进了坟墓 看见了放着的链布 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焊金 不同链布放在一起 而另在一处卷着 那时 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 一看见就相信了 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家里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痛哭 他痛哭的时候 就俯身向坟墓里面窥看 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 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 一位在头部 一位在脚部 那两位天使对他说 女人 你哭什么 他答说 有人把我主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说了这话 就向后转身 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 耶稣向他说 女人 你哭什么 你找谁 他以为是圆钉 就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搬走了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去取回他来 耶稣给他说 玛利亚 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布尼 就是说师父 耶稣向他说 你别拉住我不放 因为我还没有生到父那里 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生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 生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 玛利亚 玛达雷纳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见了主 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 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便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 门徒见了主 便喜欢起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虚了一口气 说 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 就给谁赦免 你们存留谁的 就给谁存留 十二人中的一个 号称迪迪摩的多默 当耶稣来时 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别的门徒向他说 我们看见了主 但他对他们说 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 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 我绝不信 八天以后 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 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 门户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对多默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 看看我的手吧 并伸过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膀 不要做无信的人 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 多默回答说 我主 我天主 耶稣对他说 因为你看见了我 才相信吗 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耶稣在门徒前 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 没有记在这部书上 这些所记录的 是为叫你们信耶稣 是墨西亚 天主子 并使你们信的人 赖他的名获得生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就让我们再寻规影